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新的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了 相信在北部跟东北部的确的观众朋友们 都有感觉天气转凉了 要提醒您在礼拜一礼拜二呢 气温还会再降格更低一些些 同时呢这波东北季风啊 会持续影响到下个周末 天气状况呢都会是比较湿凉一点的 在礼拜三之前水气会比较多 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特别是在北海岸东北角宜兰地区 有机会出现迎风面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相较之下呢 天气就比较稳定了 但是呢早晚也会转凉哦 转成是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 所以提醒大家哦 还是要多加留意气温上面的变化 那么呢在万一台风接下来呢 登陆菲律宾之后 持续潮汐往南海的方向前进 对台湾来说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会带来一些暖湿的雪气北上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可以看到呢万一台风 目前的位置就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面 强度很强哦 是一个强台等级的台风 那么台风也呢也相当清晰可见 那么呢在这个礼拜天呢 就逐渐接近菲律宾哦 登陆之后呢 接下来会持续潮汐进入南海 依照这样子的路径来说 其实对台湾来说呢 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但是在它的这个环流呢 进入了这个南海之后呢 就有机会带来一些暖湿的水汽北上 那么再加上呢 台湾在接下来这一周都是吹着明显的东北风 有这个冷空气南下 所以啊就会让银封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 雨势会再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可以看到接下来呢 进一步哦 看到的是呢 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未来这一周呢 都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那么在银封面的北部 东半部地区 特别是在北海岸 东北较宜兰地区 都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接下来这一几天呢 一直到礼拜四之前 降雨的形态都很类似 都是落在呢 这个桃圆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会有局部这个震雨的情况发生 那么其中呢 又已在北海岸 东北角 还有宜兰地区的雨势呢 是比较明显的提醒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要注意了 那么相较之下呢 在中南部地区降雨的讯号 是不明显的各地都是维持东云到晴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好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温度趋势的变化 那么呢 在礼拜一礼拜二呢 北台湾降温的情形会再更加的明显一些 因为北方呢 有一股冷空气 那一下 高温的部分降到21度 低温的部分呢 有机会跌破到20度以下了 来到只有19度 礼拜三之后呢 虽然说温度略微的往回升 但是大致上来说 一周的这个气温呢 还是维持在22度 23度的高温 低温的部分 20度到21度 所以整体来说 在未来这一周啊 北部地区感受上面 都是比较湿凉一点 提醒大家出门 务必要记得注意保暖 穿上保暖的外套 再出门了 那么在中部地区呢 只有在礼拜二的早上 感受上面比较凉一点点 高温是来到24度 其他时间的高温 都还是可以维持在27度到28度 不过清晨的夜间的低温也会跌到只有21度 南台湾也差不多 未来这一周的高温27度到29度 低温21度上下 是属于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天气形态 所以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早晚外出也要记得适时的添加异乎 那么在东南部地区呢 跟北台湾有点像哦 这高温的部分是来到24度 26度 低温21度左右 早晚呢 也是比较凉一点点的 那么中午的时候的气温 也略微的往下降 那么提醒东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会下雨哦 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季 好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都是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哦 天气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 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那么在这个明天白天呢 也是一样的 在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 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哦 可以看到都有一些降雨的符号 那么呢 在西半部地区 维持多雨道情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只是呢 早晚也是比较凉的 要记得适时的天下义务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